2019年 迪丽热巴用自己的身体给圈内所有明星狠狠上了一课 当晚 作为表演嘉宾的热巴在北京国际电影街上跳舞 但在退场时 却因为舞台升降直接摔出去好几米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热巴的疼痛 但他丝毫没有交情做作 直接爬起来快速离开 事后 节目组发文表示热巴在表演之前就已经旧伤复发 这次坚持带伤表演还摔了一跤 着实让人心疼 看到这 不少粉丝质疑 当时已经是圈内顶流小花的迪丽热巴 为什么还要如此拼命 原因大概只有一个 那就是普通人家的小孩必须要努力奔跑 才能被圈内的资本看到 出生于新疆的迪丽热巴不属于资本顶峰的金圈和户圈 在父亲的营养下 热巴多才多艺 虽然热巴的个人能力不差 颜值也不差 但在娱乐圈这个行业内 人脉 背景才是最重要的 2012年独自出走的杨幂首次担任制片人 她让助理去各大院校挑选新生代演员 一眼便被迪丽热巴的颜值吸引 并邀请热巴参加了微时代 加入到杨幂的团队之后 热巴又努力又幸运 带着自己极具辨识度的抑郁颜值 热巴很快从大众新人中杀出崇尾 成为杨幂力捧的小花 热巴也不负杨幂众望 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可惜的是 资本之下的迪丽热巴也只配沦为棋子 赢了奖杯却输了口碑的热巴 为何风平急转之下 2018年 大康书记和赵处长一同出现在金英颁奖典礼 为金英事后颁奖 当两人看到获奖名单上的人是迪丽热巴时 不由地后退一步 并发出了哇哦的感叹 要知道 当时的热巴已经获得了最佳人契奖 这一次的金英事后不仅让颁奖人震惊 一旁的王刚和严妮也是惊掉了下巴 此时的热巴还沉浸在获奖的喜悦之中 丝毫不知前辈们微表情背后的含义 也不知道自己前些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路人员 很快就要破碎 在热巴获奖之后 路人对他的谩骂不绝于耳 他获奖的漂亮的李慧珍更是被吐槽 翻拍老套 不知道如果再给热巴一次机会 他还会不会继续要这个奖项 其实 把热巴比到这一步的 无非是七背后的资本大手 当初 杨幂和芒果台签下对赌协议 家行要为芒果提供稳定的电视剧 而芒果则要为家行提供平台 而内部热巴获奖的作品便是双方合作的产物 其中 不难看出 这只是杨幂联合芒果强行给热巴 抬咖的手段罢了 毕竟只有热巴的咖位高了 双方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原本 杨幂对热巴和李希瑞的态度是一碗水关平的 但在热巴参加跑男之后 这种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 在跑男之后 热巴的人气大幅度攀升 而李希瑞则把热巴狠狠甩在后面 果不其然 没多久之后 李希瑞就出走加行 离开杨幂 而在他走之后 热巴就接连斩获了三个大奖 不知道是不是杨幂在用奖项和人气安抚热巴 毕竟商业价值如此之高的热巴 杨幂是舍不得放手的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